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彦淳,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题目非常重要是 中国强攻,成熟制成,台场的压力报表 那今天分两个部分来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部分是中国拼产能,四年后竟然将超过台湾了 第二部分是台场的困境如何突围,我们有三大备战 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看到跟听到最后 今天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欢迎玉斐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玉斐,总编好 中国的议题最近非常的行,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我们上一集的节目报表,非常受到热烈的讨论 中国的扩大产能对台湾的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那既然大家对这个议题这么好奇,这么关心 那我们就加码再做一集,大家更关心的成熟半导体制成这个部分 欢迎您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 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 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 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 或者您也可以针对喜欢的那一集节目 donate我们哦,让我们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那大家都知道说最近最夯的话题就莫过于 市场上传出台积电要调降成熟制成的代工费用 那当然台积电不会对单一客户或单一的品项调降做出评论 但市场传得沸沸扬扬 代表说这个市场上出现了蛮大的变化 所以今天就我们就请玉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到底中国扩厂对台湾成熟制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那首先我们先来科普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成熟制成 它主要的应用在哪些方面 对于成熟制成定义 其实应该是以7奈米作为一个界限 通常是7奈米以下我们会称为先进制成 那7奈米以上的话我们会称为成熟制成 其实成熟制成又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 就是个8寸厂跟12寸厂那12寸厂可以做奈米级的制成 8寸厂只能做微米级的制成 通常来讲的话成熟制成都会用在就是车用相关 影像感测器或者是像大家知道的驱动IC 还有像MCU就是微控制器 这些都是比较应用在很消费型的电子产品上面 然后它可能单价不需要这么高 也不需要这么先进的制成 他说其实现在的晶片应用 75%其实是成熟制成 代表说其实成熟制成是占晶片应用的大宗 所以这里是为什么大家都要兵家必争之地 那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大扩厂 那当然也对全球的产业 尤其是半导体产生了蛮大的冲击 那我想先请玉菲先帮我们看一下说 到底中国扩厂到什么样的程度 会被含煤称为是攻击性的投资啊 最近研究机构Trendforce出了一篇报告之后 就大家为之整景原来现在目前正在盖的 有44座晶圆厂 未来到明年底前要盖的还有32座 其实有点遍地开华 以中芯集团来看的话 上海北京跟深圳是三大本营 几乎都有12寸厂要盖 那华虹也是 金河目前的话 他希望可以更往下一期发展 他们还有一家公司叫那个市兰维 主要是做MCU的 他主要是做Discrea分离式原件的一个大厂 还有一个就是核肥常心 他是做DRAAM的 他也要扩厂 看起来零零种种的话 如果这些产能有机会实现的话 其实未来没多久 大概2027年 其实他们在成熟制程的份额 就会再增加4到5个百分点 而且Trendforce那时候还有留一个预言 他就说不排除还有持续增加的机会 在我们这一次才去699期 2022年的时候 台湾的成熟半导体的制程 市载率大概是49 到2027大概降到42 但中国会从29拉升到33% 代表说他会快速的提升 那还有另外一份报告 我觉得也很有趣 是Semi做的 Semi在 其实今年在半导体展的时候 就有揭露中国在强工成熟制程 那他是预估大概到2027年的时候 以12寸晶圆厂的产能当中的20到65奈米 这些成熟制程会超越台湾 就是成为世界第一大 世界最大 对 可以理解就是说 既然成熟制程占所有的这个晶圆的应用 占75个percent 那中国又会变成产能最大的国家 就可以想象说 他对于整个产业的冲击会有多大 那我们更进一步来看一下 到底哪些中国公司 他这个领域其实耕耘蛮久的 那第一个当然先谈中芯来 那中芯的这个执行长赵海军先生 他最近有出来讲话 对 11月他法说的时候 就非常明确的说 我们今年资本支出要升高 就是维持去年的高档 而且今年年底会有很多设备会进来 比预期的还要多 在成熟制程 他要深更细做 他在55奈米以下 已经站稳脚步了 中芯当然是首推中国第一大 尤其是华为的Mate Pro60 一出来之后 震惊全球 但是比较让人家看不清楚 就是因为华为在被列为 美国禁令的黑名单之后 他在制程营收的breakdown 其实他再也没有揭露了 所以比较难看到他到底 28奈米或14奈米 大概占他的营收比重是多少 不过我们有问到业界专家 他们有分享说 其实最近几年 他们在28奈米的进度是还不错的 那14奈米之前因为有禁令的关系 所以他们也非常挑客户 就有业界朋友分享说 如果要在那边头片下单的话 还要深加调查 基本上中芯我觉得 因为他现在的营业规模 大概已经跟台湾的联电相当了 对很接近 大概还差了一成多 他们肩负的是中国的国产替代 这样的重色大人 中芯还有什么 应该要特别关注 他未来的发展的road map上面 跟台湾会有非常多的竞争关系吗 我们一开始知道禁令的部分 大家先进是艾斯莫的EUV 接下来有加码进到DUV的部分 其实艾斯莫有三款 DUV它是采取净润式的曝光的方式 就是我们说的施制程 它可以专注在50奈米以下的曝光的技术 跟制程的萎缩 那我们知道这一阵子 那个林本坚台积电的那个净润式教父 他就说 其实如果用这些比较先进的DUV 其实可以一直往下 最多可以做到7奈米甚至5奈米 其实这三款曝光机台的销售禁令 是到宽限期是到今年底 他们现在已经疯狂抢购了 所以对于像中芯来讲 尤其像他们这三大 中芯、华红跟金河 今年都挂牌了 他们在市场也有获得到一定的资金 然后再加上政府的挹注 所以他们接下来我觉得 先搜挂这一批DUV的设备之后 我觉得接下来 他们在往28奈米以下制程的布局 速度会加快 所以这也是难怪 全世界会觉得很害怕的关系 好介绍完中芯国际 我觉得另外一家 我觉得也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金河集成 金河集成是早期地基店也有投资 他先讲一下 他跟台湾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是因应中国当地的面板自主化 所以为什么选在合肥 其实他们就离中国最大的面板厂 京东方非常紧 一连串的策略 要扶植金河 就是专门锁定驱动IC做生产 跟台湾来比的话 因为台湾有很多是做 立机型的D-RAM 还有一些D-RAM的代工 其实一开始应该是有一些区隔 不过2019年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就是那时候疫情的关系 成熟制程很缺 其实蛮多台湾的Driver IC厂商 开始在survey台湾以外的产能 那时候就是一个产能开始移动到中国 关键时间点 对 中国的关键时间点 逐渐把金河的产能 制程的技术一直在提升 因为台湾的订单开始转移过去 了解 那他跟立机店的关系 可以稍微琢磨一下吗 目前来讲 金河现在应该是于合肥政府那边 主要掌握着 那立机店这边其实 绝大部分的经营团队都已经回来 现在就是剩蔡国志蔡董长 然后蔡董长他其实也分享说 既然就是有一些设备经营的关系 他们也想把成熟制程做到最好 另外一家是华虹 规模相对比较小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都是0.35微米制程 就是其实他相对是 比较落后金河跟中芯 他做的大部分都是像Discrea MCU还有像一些比较低门槛的一些 非挥发性记忆体 如果以排名来讲的话 他的营业规模是相对比较小的 但是因为他也很积极在扩 然后他也希望可以做到 90奈米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觉得华虹也是 关注的一个压力所在 或许可以先从最近的财报 先来看一下说 到底台湾的成熟制程 是不是面临到蛮大的压力跟挑战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台湾唯一的 只做8寸晶圆的世界先进 他第三季的毛利率就很明显 几乎是对半砍 砍到26%多 因为世界先进有三成多是Driver IC 就是所谓的DDI 他可能不太可以用在OLED的面板 而且他的制程就一直停在8寸 他没有办法往前 这个部分其实中心金盒都会做 然后因为变成说世界先进就只能锁定 就是Tina加一的市场 有些可能跟车用相关的比较Power 然后或者是应用在电脑相关的 这些产品他可以尽量留住在台湾生产 这就是以后到底世界先进那三成的营收 要怎么去面对中国厂商这边的竞争 我觉得是还蛮挑战的 对世界先进会是结构性的影响 所以看起来并不是短期的冲击而已 另外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谈一下利基电 然后这部分可以请玉肥讲一下 因为利基电有蛮大一块的营收是记忆体代工 第三季它转为亏损 其实一方面也有受到记忆体这边 比较驾动率比较差的影响 那未来我觉得利基电 它还是会继续往前走 比如说28奈米或是继续往到22奈米 至少记忆体这一块要先把它深耕守住 未来利基电可以往更高阶的DDI发展 就像联电现在它有个专门for高阶DDI的产品 就是22奈米 这个是目前所有驱动IC厂商是非常prefer 就是联电这个制程 可是我们可以overall来看说 因为像Trainphone它的判断就是说 这个台积电的8寸厂的驾动率会跌到6成左右 但联电跟利基电更面临到的是50保卫价 代表说这个需求看起来真的不是这么强劲 那所以到底台厂该怎么面对这样的状况呢 因为那天其实我有访问一家Power IC厂 他说现在产能到处都死 除非就是客户要求 就是你不要到中国 对那现在真的是驾动率真的非常差 所以对于IC厂商来讲也是一个利夺 就是它可选择性很多 那就是看客户最终要到哪里 如果现在这个成熟制程真的是到处都有产能的话 那你就要思考一下 你要把资金配置在什么地方 比较有效益一点 问完很多专家 他们就说三条路 第一条就是持续往更先进的制程 那现在大家是定位为7 那7奈米以下当然就是要购买EUV 去做曝光的动作比较有经济效益 那在这个之上 像联电是最早放弃12奈米以下 但是他那时候就是策略很明显 就是我立功就是28奈米 因为28奈米是业界唯一有共识 就是它不仅常委而且效益高 而且它应用产品放远而广 所以那时候大家也在讨论说 接下28奈米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场 因为大家都会投 其实我觉得它在比较特殊的制程 像高压制程或者是用在比较大功率的一些IC上面 它就有做布局 普遍来问到的IC设计厂商 其实他们对于联电在布局成熟制程是蛮认可的 我觉得就是对于像世界先进 他们也非常在努力 可能它就是像碳化系淡化夹 开始是锁定一些比较特殊的立机型的制程 那是不是有机会 未来可能在车用市场 或者是大家知道的一些high power市场 去做一些蓝海性的突破 然后可以避害刚刚我们讲说三层多的那些杀戮战场 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持续的提升技术 第二部分就是刚刚育斐提到的 就是要持续的生根立机型的产品 第三个我觉得也请育斐稍微谈一下 就是包括联电立机电都要去日本投资 美国跟中国的地缘政治带来全球的供应链的变动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接下来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所以不管是像美国的客户 或者像有些部分欧洲的客户 那我可能就不要选择在中国投片 然后台湾现在就是比较处于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带 所以为什么像联电他可能选择去新加坡 对然后台积电其实他在雄本 或者在德国 其实也都是锁定大概20奈米以下的制程 像16、14或是22 对其实这些都是成熟制程 以后China加一这样的趋势下 我觉得台湾厂商或许可以抓住这个部分 对那中国市场到底要怎么做取舍 我觉得因为中国的产能接下来 我觉得只要时间他们一定会起来 就是台湾厂商就是刚刚就讲的这三条路 对持续往更先进 立即然后锁定拿出来拿市场 了解所以其实财讯的第699期 其实我们这一次针对中国大扩厂对于台湾产业的冲击 其实做了蛮多的琢磨跟详细的整理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我们的杂志来看更多的资讯 那其实我觉得成熟制程的发展 未来现在面临到一个功过于求的情况 短期间势必会碰到这样的挑战 一定要调整 但到底未来会怎么样 就到底产能会不会做得出来 到底厂商怎么样转型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追踪 然后也请玉肥带来我们第一手的消息 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 在听了才知道第164集 车市的三大变革比亚迪强势来袭 特斯拉的毛利率创新低里面的留言 财团一号Amanda 他讲说比亚迪的销量迅速增加 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 他有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他自己的三店都是自己整合的 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中国请全力在扶持的产业 那所以相对来说 其实这次我们杂志也有提到说 汽车的供应链零组件 台厂可能就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 财团Dynasty他有分享说 下一代电池能否研发出来 决定了电动车未来的普及率 若是充电速度快更安全 单位能量密度更高的下一代 电池如果无法问世的话 电动车要取代燃油车还很早 读者非常的专业 他讲到了三个重点 电池规格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确认 一定是未来的重要的决战点 财团Apple 谢谢你的赞美 他说财讯真的很有料哦 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财讯 你们对哪些议题有兴趣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玉菲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财讯的内容 并愿意支持我们 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 成为财团的一份子 听众财之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